今天啊我和这个夏老师 我们来到这个天子狱的志乡寺啊 在这边住着一个黄眼禅师 我们后期的这个游学课程呢 可能要需要一个主导性的人物出现 我们要请这个黄眼禅师出山了 我是2000年去的广州 然后在广州呢搞的资讯公司 隐协作的物极必反 所以我在某种状态下我破了 破了以后新的视觉就打开 但这种障碍的话存在于大多数 很多人认为就是我走到这个里面来才是对的 然后想要突破去呢 可能会因为某些人的这个一些言语观念 然后束缚着自己 就感觉好像很多人休了半天呢 最终还是被人别人的思想 或被圣贤的思想所这个束缚 您认为这个圣贤 或者说某些这个 我们认为的一些他行为举止 或者说是他的道德比较高尚的人 他们的就是所说的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吗 一切呢都在认知上面 没有办法呢打开一个 有层次的 有定位的 然后方向正确的认知 那我们只会 苦风作雨 追云祝月 那这个呢 其实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没有打开那个认知 所以我们呢 追名相 追成就的人 追他们的这一些的话呢 所呈现出来的能听懂的认知 断章取义的去寻找一些认同 或者说去得到一些呢 这个认可 这个呢 过程呢 是正常反应 是因为他没有打开一个正确的认知 如果你打开了正确的认知 你看圣贤的东西 读圣贤的经典 无论是如是报哪一家 你跟哪一家 哪一本经 哪一个 哪一篇文章 能产生的话呢 这种信息对接 由于你看的眼光 和你认知的这个诚不一样 它的解读就不一样 它带给你的那个的话呢 引感 和带给你的能量信息就不一样 所以最重要还是在这一点 人嘛 都是往上走的 都是想让自己呢 成长 想让自己呢 解开生命的困扰 这是一个正常的体系 但问题是在生长的过程呢 它没有得到正确的指引 没有正确指引 方向错了 用的劲再大 第一步的脚步迈出去 那个方向都是错的 你用的劲更大 你跑的就更远 你丢的就更远 所以跑那么快 方向都错了 你到底要干嘛 地球虽然是圆的 跑得快可以转一圈回来 还可以回来远几 但是呢 可能是不适应对了 可能因缘错过了 那您认为 这个因缘的这件事情的话 它是被注定的 还是我们做某一件事情的话 跟自己的主观意识 首先你这个注定和主观意识 就是一个的话呢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因缘 就是一个因缘 无论你怎么去做 它都是在因缘 不是 是 你这个被称作为 你的这个主体的主观意识 和你这一刻 现在的起心动念 就是你的因缘 那当你不认识你这个因缘 所以你只能把你 跟外在的人事物 能跟你产生连接和关系的 称作为因缘 就比如说 现在那边山头呢 正在呢 挖山 跟你你也听不到 你也看不到 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就觉得跟你没因缘 那你现在听到音乐的声音 看到我们对面坐在这里 然后看到的 听到的 感受到的 这一切呢 就是你连接的音乐 而我们人呢 重点他是没有认识 自己这一刻 你在这一个地方 跟在那个地方 跟你是完全一样的 你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因缘 你这一刻的状态 和起心动念 和你能听能看的功能 就是你的因缘 因有这样的一个因 所以才能接到外面这些人 而我们呢 我们是说 把这些当下的这些因和缘 忽略了 我们呢 想的和说的呢 总是的话呢 想象的 理论的 或者说的话呢 我们所要谈论的 后面的 外面的 那些因缘 所以一个人 他没有办法呢 在当下 他其实 他所说的因缘 其实都成了自己呢 所去发射 吸引和投射 能发生的东西 就是投射来 就是吸引来 甚至自己呢 不知不觉的设计来 嗯 就这样 我今天我们一聊 感觉就是你心里一样 就是 一直在课程 在做课程 内心一直想要有这么一老师 所以今天 一碰成了 我今天感觉特别开心